球跟供应是不匹配的 又比如说你要买的可能是一款拖拉机 五万块钱预算 目的呢家里面干农活 但是一个宝马车的业务员给你推销 这款宝马武器多好多好 有多好的制动性 多好的操控性 空间舒适 类似精美 真皮座椅 还有全景天窗 品质又好 品牌形象也不错 最近有活动 五十五万人民币 你可能微晚拒绝 我不需要 但是业务员一直推销 电话微信短信给你轰炸 给你强调我降价 我降到五十二万 再送你全车贴膜 送保养 可以吗 你还是无如动于衷 不会付微信 短信也不会 电话甚至都不想接 对方也想不通 业务员会觉得 我已经给你最大的优惠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个客户搭不下来 原因不在于他的东西不好 原因在于他没有找到你的需求点 他卖的东西的确可能是不错 很多客户习惯 但是并不见得是你如今的需求 所在不是你当下这个顶单 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跟客户谈判的时候 当你谈不下来 当围绕价格问题的差距 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甚至天差地别 你就要去研究 是否你自己前期的功课 做得不够 跟客户的谈判是有问题的 而价格原因往往渗透的 是背后的东西 我们简单看第三点 Experience Issue 经验的问题 客户不认为你有足够的经验 或者能力做他的订单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给他的第一印象 往往并不是太好 当然他或许不会明着去说 不会明着告诉你 这需要你运用 比如说沟通或者谈判的技巧 去了解真实原因所在 然后才可以去对症下药 也有可能是第四 Suppliers Comparison 货币三加 那这是很多客户 都会做的事情 只是有些人 他会明着说 有些人可能会按着做 每个客户的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说客户正在做 或者说准备做这个动作 那说明前期你的沟通 其实都在点上 都谈到点上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也的确是对方需要的 那客户只是希望 多了解这家公益上 比较一下 选择一个相对合适 或者说很好 走无可厚非 第五 Payment Problem 付款方式的问题 很多时候会成为 阻挡成交的一个壁垒 比如你坚持 30%定金 余款见 鸡蛋复印见复清 但是如果说客户 我坚持不给定金 验货完成 出货后 直接付款 同级100 你不信任客户 不接受无定金 那客户也不信任你 那你拿着定金以后 立刻失联 那所以说 付款方式 往往也是没有办法 进展下去的 六大原因之一 但这些东西 不是无解 都是可以通过谈判 去化解的 可以在做好 风控的情况下 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 比如说你坚持30%定金 可以 在一般情况下 可以谈 但如果大订单 比如说 300万美金的订单 你要对方一口气付 你30%定金 就90万美元 你觉得 新供应商 客户 没有可能放心的 他不怕你跑路吗 他找解决 所以说 一不能太死 问所谓的公司规矩 所谓的这个company policy 一刀切 不动脑筋 那绝对是不行的 就好比这个案例 大订单 那你就得去拆分风险 比如说5%的定金 原材料到位和验货 再付5% 正式生产 完成三分之一 做产重 inline inspection 再付10% 三分之一完成了 第二次inline inspection 再付5% 余款 比如说通过 极其信用这样结算 那这样也是 最大程度的 规避了风险 那业务员 再针对这个订单 做信保 转移风险给保险公司 这种情况下 就不至于 因为付款方式的问题 让谈判直接去谈崩 因为办法 都是人想出来的 那我最最反感的 一种情况就是 明明业务员跟客户 谈的是付款方式 可能是OA30天 但是在跟客户 沟通的过程中 业务员在付款的方式上 避而不谈 直接价格上给予奖价 想借此来逼单 让客户下单 这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一些 比较大的订单 你越是付款方式上 不让步 越是想通过降价 想忽悠客户下单 客户反而会有 更大的疑虑 觉得你诈骗的 可能性很高 否则说 你为什么非要我付定金 甚至你的价格一降再降 就要我付定金呢 这种情况下 反而会让大家 会让对方觉得 诈骗的可能性更高 那这种情况下 你的谈判的水平和策略 往往是决定了订单的结局 我们再看第六点 exchange rate issue 汇率问题 最近 客户所在过的汇率糟糕 可能客户会选择观望 暂时停止下单 这当然有可能 也是现实的问题 那比如说土耳其吧 最近里拉对美元暴跌 土耳其客户选择违约的不少 新订单都进入停止的阶段 所以这些客观原因 就是阻挡成交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时候 你降低几个点 有用吗 你可能总利润只有10% 你降低3 降低5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客户可能需要的是 30%到40%的降幅 来冲底他在汇率上的损失 那这个时候 你正常的降价 是杯水车型的 没有办法让客户去下单 OK 现在声音可以吗 刚才可能有一点小 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好的好的 我们继续 OK 所以说呢 当这种情况下 客户需要30%或者40%的降幅 来冲底损失 你的降价杯水车型 没有办法让客户去下单 那除非说 你正好有一批库存要消化 又或者说 你改变策略 在保持产品外观不变的前提下 改变结构或者材料 来降低成本 尽可能的维持定等 那这些问题 都需要跟客户去深入探讨 去共同应对 去解决这些危机的 并不是说 你能够粗暴的在价格上面 死命的谈 我加一个点 你要我加三五个点 这种情况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六大问题 往往是阻挡成交 让客户拒绝一个业务员的主要原因 而很多时候 业务员常规认为的价格原因 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 最多也就是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的一个观点是 价格不是万能的 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具体去分析 通过谈判来针对性的去处理 各类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讲 我也跟客户沟通 我也问很多问题 我也希望掌握更多的信息 推荐更准确的产品 报更准确的价格 但是客户不回我 客户不理我 我也没办法 我也很无奈 其实听到这一类问题 觉得无奈的那个人是我 因为提问也好 沟通也好 是有技巧的 你一大堆问题 十万个为什么 客户凭什么要回答你 你又不是查户口 查水表的 客户也不是犯人 凭什么要接受你的质询 要12345678来回答你 如果说每个供应商都这么做 那客户还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吗 每天都在想什么回复各个供应商的各类的问题 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如何去技巧性的提问 如何去开放式的提问 如何引导性提问 如何放弃一些封闭的问题 这一些技巧 我相信很多业务员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多数的Sales 仅仅只是客服 并不是谈判高手 这一点请述我直言 关于谈判的技巧 我会在后面通过案例的逐步展开 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 当前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这贯穿了整个谈判和开发过程的时钟 就是业务员必须要了解一个老生畅谈的问题 What kind of buyer does customer mainly look for 客户需要寻找怎样的供应商 你可以设想一下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时候 你如何去找产品 如何找供应商 大家会为思考 可能会有更多的代入感 那价格是不是唯一要素呢 我相信不会 那前阵子最近比较火的某一个购物的一个APP 推出了一款特价的费音没奶粉 好像价格我记得没记错的话 新闻里看到是9块钱 问题是你敢买 的确是超级低价 低价低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 100多块钱200多的东西 他可以卖9块钱 那你可以解释为特殊货源 你也可以解释为重大促销 或者说临近不知其产品 或者说亏本赚人籍赚流量 好不管什么原因吧 你就问你自己你会不会买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拒绝 会认为给孩子吃的东西 仅剩一点好 还是正规渠道的 起码放心 那也有很多人会选择买 买来看看 如果真的有问题 扔掉也无所谓 我就9块钱 那如果东西不坏 那就吃 也不用过分担心 那所以说 每一个人和那样一件事情的立场和标准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以你的观点去要求别人 也不见得会认同别人的观点和做法 那我只是想借此来强调一个共性的东西 就事实证明了 大多数情况下 客户往往并不会选择最低价 而是在同一个价格区间内 选择一个相对低价 但是让他觉得更加靠谱的供应商 比如说你要买一款产品 你可能去淘宝上找 但是同样的图片和差不多的描述 可能有几百个商家在做 你怎么选择 你会不会选择价格最低的 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你不会 你会根据图片 根据描述 根据好评 根据商家回复你的速度也好 服务态度也好 再加上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合不合适 有没有免运费 什么时候能发货等等因素 来综合考虑和选择一个 你认为最靠谱的供应商 那作为外贸也一样 客户选择供应商 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初次的询价 大家都没见过面 他也不认识任何人 那几十个供应商来报价 为什么就有几个能够进入他的视线 能够继续往下谈呢 是价格吗 只是原因之一 整体上他愿意保持联系 继续往下谈 甚至进展到样品和其他环节的 一定是价格基本在预算范围内 或者是略超过预算 但是给他的印象相当不错 让客户觉得很实在 很靠谱的供应商 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规律 总结一下的话 那我写了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 RS等于3P加CS 第一个RS 大家可以看到 reliable supplier 手字母缩写 代表靠谱的供应商 三个P 是product 产品 price 价格和professionalism 专业 那C跟S呢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沟通和服务 那这是客户选择一个供应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需要产品满足他的要求 他要求价格比较实在 能够优惠一些当然更好 但是这个供应商必须构成 也不要老是给我出问题 给我找麻烦 或者对于我当地的法律法规测试要求一无所知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沟通也得顺畅 不要说一会儿找不到人了 一会儿推三主子 问一些问题 一问三不知 安判过程可能就像挤牙膏一样 或者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吧 一直给客户制造一种便秘的感觉 那无比痛苦 大家要知道的是哪个客户不希望做甩手掌柜呢 他大不了 巴不得把订单下给你 完全按照要求能够提供他的产品 他就可以放心度假去了 这是最好的 最好什么都不用管 他需要的是产品满足要求 对不对 你做的越好越细致 各种服务越到位 当客户还没有开口的时候 或者说刚点了一下的时候 你就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和方案 他只需要做选择 点头或者摇头 或者说适当调整一些细节就行 那这样的供应商 谁都喜欢 至于价格 每个人的预期不同 期望也不同 那不同的客户 你的谈判策略也好 手法也好 本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说这么多理论化的东西 可能很多老学员会很容易产生共鸣 那当然很多新朋友可能还少了一些代入感 我们还是老古局 用案例来分析 这案例我把它写成 错误的价格谈判的一个流程 大家可以边听 边对号入座 看看你自己平常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思路去谈判的 当然为了大多数朋友理解方便 我先用中文写一遍再去翻译成英文 首先可能就是当大多数客户的口头禅吧 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 一张嘴就是价格太高了 那业务员的回复呢 可能是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是有竞争力的 客户可能直接会告诉你 目前我们拿到的价格最低的比你要便宜40% 言下之意就是你的报价远远超过同行了 到了这个时候 业务员可能会沉不住气 可能会反驳 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公司做了五年多了 我们价格是很合理的 客户可能就会追问 你们最低的价格是多少 那到了这个时候 业务员可能老早跟老板去核实过 心理也低价八分之八 但是呢为了留一点余地嘛 业务员可能一开始会讲 我们最多可能降百分之五 那客户说啊 价格还是太高 我需要考虑一下 业务员估计回复说 好的 有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 这就是一个很基础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价格谈判的场景 那不管是电话里谈也好 或者是WhatsApp 直接的聊天工具 又或者说邮件也好 整体的思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业务员们看一下 自己的谈判策略 是不是也是接近这一套思路 那我再给大家敲一下警钟 其实这根本 没有任何的谈判策略 一塌糊涂 如果说你是刚入行的新手 我可以理解 需要学习 需要去历练 过时工作三四年生 更就是业务员 或者业务经理 如果你的谈判思维 还是这副仰判说明 你是一个经验 用了几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 再看下一个版本 我就一朗了大家 自己的红色的部分标注出来 来更加醒目一点 比如说第一句回复 Our quality is good with competitive price 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也有精真理 这句话一看怎么那么严寿 其实最早原创的那个人就是我 2010年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今天 无数人在copy 抄袭 山寨 貌似很好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 很多人看到了表面 没有看到本质 没那么简单 这问题我们随后再讲 先看第二句 第二个回复是 That's impossible 这不可能 我在公司工作五年多 我确信这个价格合理 这就是对于客户的一种反驳 可能说严者无心吧 业务员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听的那个人 听到耳朵里 可能就会编成了 业务员可能想跟他表达的 你到底懂不懂 我这价格没错 我都做了那么多年 肯定比你了解 你就别胡扯 可能他就会听成这样的一种味道 那大家去换位思考一下 这回复方式是否妥当呢 我们再看第三句的回复 I could offer you 5% discount as maximum 适当降价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随意的降价就有问题 而且在你吃不准 对方的底细的情况下 贸人去把一个谈判锁定的边界 一下子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最大值 用了maximum这个词 这是你自己再给自己设了一堵墙 哪怕最后真的能成交 客户也可以把你的承诺 彻底的踩在脚下 你不是说降五个点是最低价吗 行 那我就砍六个点 看你老板答不答应 如果你老板答应 那就是狠狠打你的脸 你言面何存 你不是说五个点最低吗 那我就砍到六个点 甚至五点一个点 就是撕破你的脸皮 所以说谈判要有技巧 你任何的话术 都不要把自己逼到墙角 这不是聪明人所谓 那最后一句 OK Should you have any interest This contact me at any time 如果说你有任何进去 可以随时联系我 看起来用词的语法都不错 虚拟语气用得十分巧妙 但很可惜没用 这句表达也不够好 我不是说英文不够好 而是谈判思维和策略的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 这四次回复一错再错 那这样的供应商 这样的业务员 根据二八定律来判断 就是平庸的80% 因为你实在普通 个人能力太弱 你也就只能做做传身筒 做客服式的一个业务员 那这也就难怪 除了凭价格 你没有别的作用 因为你其他什么都不会 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句回复 再提炼一下 其实就是四个错误 我这里写出来 错误一 自以为是 错误二 无畏反驳 错误三 随意降价 还有第四个问题 是佛系的等待 你说有没有大错呢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 这一套谈判策略 只能说是平庸 不能说有什么大错 或者说大的失误 但是在商场上 本来就是精益求精的 本来就是机会 高度是往上层集中 你如果不往上爬 那别人可能就会踩在你往上爬 这就很简单的 很现实的一个事情 平庸没有错 简单过过日子拿水 不承担过多的压力 不想太多 直来直去 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这当然没问题 你可以停留在二八定律当中的八 可以 没有问题 就自己的选择 喜欢就好 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如果说你对自己有要求 这不是一份工作 这是你的事业 你想有所成就 你想超过那大多数人 你想去挤入那20%的少数人群 那就是另外一番光景 你势必要付出更多 思考更多 你要去谋划去算计 可能很残酷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竞争环境 但我们废话不多讲 我们先看这四个错误 究竟是如何去理解的 错误一 自以为是 刚才的案例 业务员强调的是品质好 价格有竞争力 这本来是没问题的 好事情啊 谁不喜欢高品质的产品呢 谁不喜欢更好的价格 但是你要拿出证据 要有理有据 而不是空口白话 错误二 无畏反驳 前面业务员因为客户表示 拿到最好的价格 是比他低了40% 于是说他一下就撑不住 只叫去反驳 去证明自己的价格是合适的 没有乱报价 客户不要乱讲 不要冤枉自己 但是很可惜 这是做生意 这不是上法庭判案 没人在乎你说的是真是假 是对是错 所以说不管客户说什么 这不重要 你可以在后面的谈判中 逐步去试探 去展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展示你的效率和服务 而不是说你简单粗暴 去否定对方 如果说碰到脾气差一点的客户 一下子觉得 这个供应商在讽刺我 他可能就不联系了 就没下文了 错误三 随意这样讲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 降价要有合适的理由 你可以降价 但需要有理有据 哪怕没有理由 你也得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随意的无理由的降价 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如何 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水分和余地 你越是一次一次的降价 觉得你有很大成意想拿订单 一次次让步 但是在客户眼里 只会一次又一次觉得你不靠谱 他的疑心 他的疑虑会更大 他越加会货币三加 你越是一轮一轮的降价 他就越觉得没底 不知道这价格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不知道你到底还藏了多少利润 错误次 佛系等待 这又是一个问题 当客户表示要考虑一下 甚至要货币三加的时候 适当的表示自信 这是必要的 但是更需要的是 你自己要表示出强烈的意愿 表示出最大的诚意 这些东西是需要让客户感觉到的 你要让客户觉得 我这扇门永远开着 随时为您服务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深入探讨 我们可以全面配合 都可以一起去商量 所以这个台阶 必须你要给客户去搭好 而不是随意 等你有需要再来找我 所以这一页的标题 我用了一个相对比较重的字眼 Major Mistakes 主要的错误 或许在我看来没有说 做得更好 普普通通就是错 那如何做得更好 如何应对呢 来化解这四类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比如说上面的错误一 自以为是 我们更好的做法是 有理有据 这次你要把它拆开看 有理是有理由 有据那是有根据 你可以提出观点 有你的理由 但你需要证据来支撑你的观点 而不是空口白话 那我刚才讲了 你可以说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品质好价格有竞争力 那证据呢 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 如果没有 买手可能会冷笑一下 所有供应商都这么说的 所有人的开发性 报价的邮件都这样写的 没有人会跟我说 我们品质实在是一般般 我们价格也不怎么样 所以客户看到你这样的文字 看多了看你了 没有感觉 不会有任何的出动 所以你要把自以为是的回复 进化成有理有据 比如说左边这句话 We supply Ceramic Max To EU Market With Good Quality A Competitive Price 我们出口马克杯到欧盟市场 我们的品质不错 价格有竞争力 这句话没有错 但这只是属于理的部分 这是你的观点 那巨呢 根据在哪里 那你就需要补充给客户 就好比右边这几句话 All items have passed The testing of LFG in Germany 我们的产品通过了 德国的LFGB的测试 法国的DGCC RF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严格按照欧盟的指令 1935-2004-EC 是评级的标准 这就是巨 是针对于Good Quality的描述 那提到的Compatitive Price 价格有竞争力 如何证明呢 那后面再补充一句 比如说 We supply Ceramic Max To EU D Germany 我们通过进口商 给德国超市 RD供货 因为RD是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它的老板是德国首富 它主打的是优质评价的路线 或者说价格特别便宜 但是东西还不错 所以说你能够给RD德国供货 这就说明了自己的价格 很有竞争力 品质也不错 所以才能通过进口商做进去 那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有理有据 是不是比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 要好得多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错误 如何解决 原有的处理方式 大家知道了 是业务员反驳了客户的话 认为价格量40% 不可能 他自己在公司做了 决定确认价格是合理的 我想说 哪怕业务员说的是真实的 他很了解行情 很了解产品 没错 这是好事情 但是很可惜 他的谈判思路有问题 他的应对策略也有问题 他懂产品 但不是一个好的谈判者 那如果是我 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不会去直接反驳的 我只会去巧妙地引导 那同行可能会这样说 买手会说 I could get price 40% lower than yours 如果说买手认为 我能够拿到比你低40%的报价 那我应该如何应对 其实这个时候我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 了解我的价格 是否真实合理 而不是说我公司里面真的是算错了 不小心计算错误有失误 或者说老板在乱爆价 那如果第一点解决 我真实的去了解过后发现 我这个价格的确是靠谱的 公司流的利润也是非常正当的利润 并没有价很多 很正常 那我就得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去试探和了解 客户的真实的情况 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回复 比如说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it is good for us to make procurement with better price 先肯定客户的话 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对于我们而言 大家都需要控制采购成本 都希望拿到更好的价格 你先去肯定对方 不要急着去反对 去反驳 接下来通过拍马屁 来逐渐引导出自己的观点 我可能就这样写 As a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buyer like you I'm sure you could compare Apple to Apple 作为一个专业的 经验丰富的买手 我相信您会拿苹果和苹果来做对比 这句话一方面是捧 拍客户的马屁 另外一方面是引导 是暗示客户 图片一样 描述一样 但是东西不一定一样 还是要以食物为准 以样品为准 就好比我前阵子 剖出了一张照片 一串绿色的葡萄 你能看出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不能啊 葡萄嘛 看起来都差不多 外观好看多的是 但十几块钱一串的葡萄 和十几块钱一颗的葡萄 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情 外观差不多 但你吃一口你就知道差别 所以说 Compare Apple to Apple 这就是对于客户的思维的引导 不需要去攻击同行 不需要去强调啊 别人的东西没有我的好啊 别人的品质比较差啊 而别人的可能是偷工减料 根本不需要 反而会让人家给看低了 会觉得你在诋毁同行 所以说聪明的办法是点到为止 让对方自己去思考 那正常的buyer他都不傻 大家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但是因为他不确定 每家供应商价格是否靠谱 他货币三家他到处砍价 这只是策略而已 所以说这就引出了后面的两句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to negotiate price at the moment without evaluating the samples 我认为 在没有确认样品的前提下 目前讨论价格不是十分必要 这就是对于上面 Compare Apple to Apple的补充 整个的引导都是为了最后一决 就是我自己的目的 Could you please check so all samples first and then we could procee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你能否先看一下样品 然后我们再继续探讨 更深入的问题 那这是引导性的一个谈判的策略 同样这里面有试探的意味 如果说客户同意了你的观点 行啊 我先看看你的东西究竟如何 那这样才可以针对你的样品 再详细讨论价格和其他的问题 至少说明了一点 客户的价格预期 或者他的预算 和你的报价并不会相差太远 比如说他的预算三美元 你的报价三十美元 他连看样品都不用看 浪费时间嘛 因为这个巨大价格差距太大了 你们可能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 定位的是不同的消费群体和市场 所以说如果客户能被引导 愿意接受你这个样品的敲门砖 那或许就代表有一定的可能性 去往下谈 而且初次报价的价格差距 应该不会太大 那大家是不觉得啊 谈判的背后就大学问 很多东西其实需要事先去引导的 你需要提前去挖坑 一个一个事先挖了 然后一个一个巧妙的去填 你讲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背后的谋划和盘算和心理因素 统统是较量 是看不见的战场 那至于第三跟第四两个问题啊 随意降加佛系等待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用专门举例来分析 那有兴趣朋友 可以在具体课程中 得到一些详细的解答 我们下面继续看 我前面那么多也幻灯片 需要引出的一个内容 就是谈判的线性的一个思路 我这样图大家可以轻易的发现 这个由下往上的箭头是 曲折向上的 而不是一条直线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一个项目一个订单 从事先沟通到最后拿下 一定会经历各种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数情况 客户群家 这样品多少钱 两美元 好 我下单4万PCS给我账户 我立刻打签 结果客户眼睛都不眨 一下子把我美金直接付清 这种客户有吗 也有 只是比较少而已 那这类订单几乎不需要这么谈判 一接触就直接下单直接付款 不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和障碍 那就是一条直线向上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谈判都是很曲折的 因为买卖双方的立场是天然对立的 这就意味着大家都会尽可能的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某种情况下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 那说白了你让步一美元 客户的利润就增加一美元 客户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了一美元 所以说我把整个谈判的过程拆解成五个步骤 preliminary discussion 前期沟通 就是客户初步的询价和供应商联系上 或者是通过开发性联系客户 前期的接触 就属于这个preliminary discussion的范畴 那到了这一步 客户后面要了解你的产品和价格 这个价格并不代表客户对你的产品有兴趣 仅仅只是初步的了解 需要知道你们的price range 这怎么讲呢 好比你去买衣服 你可能路过一家家卖店 你随便进去逛一下 或许你就会随便看一下调牌 这个动作不代表你特别喜欢这件衣服 一定要买 而是你借此了解这家店 大致这些衣服的定价 知道价位如何 这一步属于price understanding 就是价格的了解 那很多业务员其实输在这个环节上 他们总是需要让客户提供详细的需求 甚至提供样品 告诉我们 你究竟要什么东西 你有多少数量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给你核转详细的价格 错了 大错特错 很多情况下 客户或许自己都不知道采购什么产品 他要了解你们在做些什么产品 大致什么价位 然后他再去看看 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你的价格 你的报价 是否适合他当地零售 他的利润能抓取多少 等等等等 并不是说每个客户都是有针对性去采购 都是有目的性的 有的时候我们去逛街也没有目的嘛 所以说 很多时候下单去买东西也是随机性的 而业务员往往一开始不报价 就是因为思维上有误区 总觉得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我怎么报价 但是我作为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买手 作为经验丰富的保佑 我很负责任的说 那是因为业务员把报价当成了具体下单的前奏 其实如果你思维改一下 把前期的报价当成给客户 展示你们产品线和大致的价位 是不是情况会变得不一样 应对手法会变得不同 我还是以买衣服为例吧 如果说你去买衣服 你要做的什么呢 你要做的是你走进一家店 你可能去大致了解一下 它这一季有什么新款 或者说它老的款式有没有打折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或者说你特别喜欢的 你可能会走一圈逛一下 看一下价格 但是如果你刚进门的时候 一个营业院马上拦住你 不准进来 先告诉我你要买什么 我要买联影裙 什么联影裙 什么面料 多少尺寸 你三位多少 全部报给我 我针对性给你推荐 你还会进去买吗 你觉得这家店有病吧 所有人都有病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思维方式 所以说你当你前期的报价 并不是说这个产品是为了跟客户谈价格 谈成叫no 你前期的报价 让客户指导品大致的价格定位 这才为了后面的具体的谈判来下功夫 所以说这一个环节只是第二块 就是press understanding 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价格谈判 所以说当世界谈妥 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第三个环节 就是details negotiation 世界谈判 那有些客户前期沟通联系上了 你初步的报价大致了解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讨论产品 具体谈一下世界 从产品到包装到世界到技术参数 甚至是logo也好 配件也好 测试要求质量标准 交货时间 样品的确认等等 都是围绕着产品和服务来展开的东西 那一旦谈到细节 就说明客户的意向 事实上已经很大了 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这后面还有两关 并不是说 你已经进入到世界谈判 这订单就铁板钉钉了 也没那么简单 一旦细节谈拖以后 到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进入 价格谈判的阶段 真正意义上的 Trize Negotiation 到了这个时候 前期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大多数都谈完了 大家之根之底 产品确认过 没有问题 的确是可以下单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价格谈判的关口 可能客户会多方试探 多方比较 业务员也会去多方试探和比较 在谈判中 给客户各种博弈 甚至在这里面还会抛出目标价也好 各种砍价的技巧 都有可能 这环节其实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对于业务员的谈判能力和综合素养 要求都相当高 要做好其实并不容易 哪怕你这一关都被你闯过了 价格基本上可以谈拢 也不代表客户一定会下单 或许还需要最后的一个谈判环节 就是last push 临门一脚 比如说一切谈的都不错 客户也满意 至少可以勉强磨合吧 但是对方就是不急着下单 会选择等待 这种情况下 其实容易夜长梦多 这考验了业务员临门一脚的这个谈判能力 如何巧妙的沟通 来解决客户最后的一些疑虑 或者说你能够找到客户推迟下单的原因 针对性的去处理和配合 尽快去敲定这个项目 这同样考验的能力和技巧 所以我这里把价格了解 价格谈判 还有临门一脚这三个字圈出来 是告诉大家在整一个线性的谈判过程中 真正跟价格打交道的 是有这三个环节 而并不是业务员所认为的 只有价格谈判这个环节 如果说你真的做好谈判过程的拆解 一步接一步 一环扣一环 你的成功概率会高于那些没有章法 随意报价 互乱感到业无约 那当然 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 写起是本书 录制击败节课 也不可能完全保罗万象 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这里就这么短短一场的公开课 更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讲透 但是我还是要引出这个话题来 以价格谈判作为这个切入点 是希望引起大家重视和思考 要明白的是 以价格谈判作为切入点 谈判本身是要了解产品 但又不是了解产品 谈谈价格那么简单的 你不同的sales pitch 你不同的比如说销售套路 不同的策略和技巧 你的结果可能是大向径庭的 我们要学习的是 如何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如何通过需求探讨 在谈判当中 尽可能的处于有利的地位 你如何去通过谈判 来展示自身的软实力 去打败大部分的同行 这些东西 才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的 我们接下去再看一个案例吧 我来简单讲几个 价格谈判背后的沟通技巧 这里我要讲的是 从封闭式的问题 进入开放式的问题 那什么是封闭式的问题呢 就是客户必须做出回答 一锤定音的问题 而且难以逆转 很多时候客户可能会 选择无视不回你了 那开放式的问题呢 说白了就是引导 通过技巧性的提问 降低对方的防备 从而泄露更多的信息给你 为接下来的谈判 去做好铺垫 所以说很多业务员 特别喜欢用封闭式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实 一方面是不动脑子的行为 一方面真的也没有人去详细的 系统化的去告诉你 怎么做才是对的 你只是看身边的人 大家都这样做 我也这样做 很抱歉 如果大家都这样做 你也这样做 你跟大家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成功永远是少数人的 不是吗 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 很多人会问一些 很傻的问题 比如说 你喜欢我们的产品吗 这个傻问题 其实我以前也用过 因为大家都是 都是从不懂到懂 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喜欢我们的产品吗 如果说客户回答 不喜欢 那你怎么接下去呢 这就很难往下谈了 比如说你寄的样品 可能客户一个礼拜 都没有回你消息 你写了个邮件过去 我们的样品 你收到了吗 如果客户回复 我没收到 那你又怎么接呢 这就很麻烦 所以说你一开始 这个思路就是错的 样品问题 你一开始就可以改一改 比如说 你给客户写邮件 你可以这样写 我在DHL官网 查询了相应的tracking number 发现快件的上周五 已经签收了 签收人是谁谁谁 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收到 确认了样品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想约个时间 跟你电话沟通一下 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一个很巧妙的 开放式的问题 你不需要去一锤定音 不需要让客户 简单去判断或者决断 而变成一个引导式的激问 客户是没有办法通过 yes或者no来回复的 而且他得给出一些 相应的信息 这就很考验 一个提问者的水平 所以谈判的过程中 大多数的沟通和开发 都需要应用各类的 开放式的问题 来巧妙引导 所以你要尽可能的去放弃 平常经常去问的 经常使用的 所谓的封闭式的问题 no 我们再来多看两句吧 这个黑色字体的部分 就是封闭式的问题 而蓝色字体部分 就是换一种思路 对应成开放式的问题 大家可以对照着比较 看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看左边嘛 黑色部分 请问我们的报价 您满意吗 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问法 这就是封闭式问题的问法 你逼着对方给你答案 正常情况下 只要买手 他不是一个刚入行的新人 面对这类问题 不管你的价格好坏 买手一定会回答 价格太高了 以此来试探你的底线 那大多数业务员 一碰到这类恢复 都会适当的去降价 无非是降多降少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只能把你自己往墙角里逼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谈判的思路 就是左边蓝色部分的开放式的问法 你这样讲 我相信我们的报价非常实在 要不我先做一份正式的PI给你 产前一样 我也一并给你确认 这就等于你在提着问题的时候 你默认客户接受价格确认定单 如果这客户不接受 或者要继续谈价格 他就会主动回复 现在不用走偏 我觉得你价格还是高了一点 数量上我们也没有最终确认 或者说他会问你 你的起定量是多少 等等 或者说更直接跟相关的问题 然后业务员是根据客户反馈当中的 直言骗语 大致的去摸索 去了解客户背后的含义 然后你再重新架构 下一轮的开放式的提问 把谈判要变成谈判 而不是毫无营养的一种客服式的话术 我们再看右边这个 封闭式的问题是 请问你的采购计划 是什么时候 这问题同样不聪明 如果说客户回复你 我们暂时没有采购计划 那你如何往下接呢 你就很难办 你这个谈判把你自己给弹死 如果换成开放式的问题 我们可能就会这样讲 如果您现在确认订单 我们可以在25天左右交货 应该可以赶上第三季度的销售 相信可以给您带来丰厚的利润 这就是应是利盗 一方面你可以尽可能的推动订单 尽快下单 另一方面你也展示了自信 也用利益去刺激客户 这样一来 哪怕客户暂时不会采购 或许他也会透露一些宝贵的信息给你 他可能跟你讲 我们三季度的促销已经排满了 如今估计来不及 四季度的我们要准备圣诞 很多东西 所以你的产品呢 四季度应该也排不上 可能也要放到明年的 中国的农历信念以后 这样一来 你就掌握了宝贵的信息 你就可以针对性的 继续利用开放式谈判策略 比如说你可以接着回应 好的没问题 那我会把这个计划推迟到两个月以后 到时我在联系您 生产的出货方面 不会耽误您的计划 不过如今 比如说汇率和原材料不稳定 我们建议您 就近确认订单 这样我们可以锁定价格 事先准备备料和其他生产的准备 那这个时候如果客户对付款方式有疑虑 你又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过去 不用担心 不需要支付30%定金 我们只需要你签字确认PI 预先支付 比如说3%的定金 剩余27% 你到两三月以后安排没问题 那这就是另外一套的开放式的谈判 一环扣一环 不知不觉讲了不少 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公开课的内容 那最初我们从客户拒绝入手 分析了客户拒绝一个供应商的 六个主要的原因 从而去反向推导 引出客户选择供应商的3P加CS公式 然后我们从价格谈判入手 通过一个完整的案例 来分析和讨论价格谈判中的四大错误 从而通过一个宏观的思维架构来梳理 线性谈判过程中五个方面的拆解 把基础的谈价格具体量化成三个模块 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分别去处理 那最后通过第二个案例 从封闭式问题到开放式问题的差异化举例 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学习谈判背后的一个沟通能力 心理较量 语言话术 清净掌控和技巧手法等等 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价格背后的谈判工薪计 因为价格是表象 谈判工薪真正反昔的是内在的实力 也是一个金牌业务员 一个超级业务员所拥有的软实力 这才是任何人都抢不走 和偷不走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好 因为时间关系 这节公开课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的上半场就到此为止 先告一段落 那希望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 有做相应的笔记 这样可以在课后自己去思考 和去总结 看看如何能够完美的应用到工作当中 如何远胜你身边的大多数的同行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几分钟 我先把时间交给主意 跟大家先聊几句 我们随后再进入到今天公开课的 第二个环节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先稍等一下 我先让助理过来 好 谢谢大家 一斌老师 我这里有个奖励 没事 我要告诉你 我跟他讲 你们睡着一会儿吧 我们让一斌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好不好 一斌老师 这个水喝多了 憋了一天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一斌再给大家去 准备下半场 好不好 怎么样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